哈喽 现在在一座东东的飞机上 然后这次的时候有工作 要去东京 然后顺便也 留一点娱乐的喜欢 所以还是蛮期待这次的 一场吧 好录 现在装发快完成录 我们今天先去 Shibuya Sky 渋谷 尾出口は右側です 何故か泣いている そういうことが時々ある 見ていたはずの夢はいつも思い出せない このまま僕たちの画法 可以 世界の端っこまで消えよう 大人く届いたりしたらいいのみな そしてら 这个舞台它每四个角落 都有一个打卡点 然后它可以 看整个东京城的感觉 然后也可以坐在这个地上拍照 就会有一种很像 悬浮在这个城市的感觉 Shibuya Sky 真的很适合拍照 然后它的视野很好 可以俯瞰整个东京城 在上面有感觉很治愈 好 那我们现在准备去 表餐道逛逛 怎么了 你在找什么 因为我没有吃早饭 所以我昨天在便利店 正好买了两盒巧克力 你知道这个吗 名制的 一个是坚果巧克力 还有一个是巴丹木巧克力 嗯 你要试试看吗 这个坚果巧克力很好吃 这个我知道 这个真的很好吃 吃脸不能稍微特别 可以 再来 全身吃 好 好 再拒絕 我回到酒店啦 然后今天也拍了很多美美的照片 很满足 然后趁这个时间给大家做一个翻包视频吧 然后是一些我平时出门都会带的东西 首先肯定是女孩子都有补妆的东西 对了然后我的包里还会随时备一些巧克力 因为我工作有时候会比较忙 然后也会容易滴血糖 所以就是也会备一些巧克力 随时转换心情治愈自己 这个是我昨天在便利店买的巧克力 然后这个是巴蛋木的巧克力 这个是澳洲坚果巧克力 这个真的很好吃 这个是巴蛋木巧克力 它里面有一颗完整的巴蛋木 然后外面裹的是丝滑的巧克力 这个是澳洲坚果巧克力 它的口感不太一样 对 它里头是把坚果压碎了 然后再和牛奶巧克力混合在一起的 它好吃的是因为它品质工艺都特别好 对 你看它那个包装上有个标志 是代表里面的巴蛋木都是它家严选的 所以用的都是大小都差不多特别好的巴蛋木 它这个巴蛋木实在特别脆 巧克跟巴蛋木的搭配也非常的完美 真的我吃它特别容易停不下来 然后它里面的巴蛋木是直火被烤的 所以吃起来又香又脆 然后外面巧克力还是专门配合丹木做的 但其实我自己更喜欢澳洲坚果口味的 这个 就有果酸 吃起来特别软 然后搭配巧克力非常丝滑 而且它这个盒子里是独立排开的 很高级 不错 还有更讲究 你看它包装上也有个标志 写的是传动烘焙法 意思就是它里头的坚果是用热油加热到熟透 然后再压碎了和特制的牛奶巧克力混合在一起的 原来是这样 我自己还没有注意到呢 这两款巧克力都是高品质的坚果派巧克力 跟其他的巧克力都不太一样 而且在国内也能买到 大家可以跟我一样 平时出门或者上班的时候就把它放在包里 然后需要补充能量的时候 然后就把它拿出来吃一颗 真的很满足哦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小确幸吧 今天用这个CCD也拍一些照片 到时候发给大家 好了 那这就是我今年的翻包食品啦 明天还有拍摄 那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东急目黒線 准备大家 下午的小时 再来 解决了 那味道 酸 酸酸甜甜的 哦 会很甜哦 不会 蔓越美吧 那个是酱吧 应该是 我吃到下面可以淋上去 所以你是喜欢蓝莓是吗 没有 我们就看它好看一点 这个也很好看 这个也很好看 这个好好看哦 这次的拍摄就接近尾声了 这两天的旅程非常的开心 拍的也很开心 然后明天就要回国啦 期待我的旅游Vlog吧 拜拜